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加雪上加霜 崩落的土石压垮救援车辆 甚至通讯网路也因此中断 山壁旁的血水挺一场 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有请您可以看到 这个地层下陷之后 其实这个落差也高达了 将近20公分左右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找不到 更大的地方来进行收容 所以有大部分灾民 通通都在这一栋大楼的 三楼当中客难居住 白板上的数字越来越惊悚 工作人员与救难队 也加紧联络寻求支援 在围楼当中工作生活 真的不是办法 灾民只能在阳光下 勉强主食 超商空荡荡的货架 破坏物资窘迫的断粮危机 现在是 我們現在的資訊會不會進入 現在的電池有約2000リットル 所以10リットル 就算是200台 所以時間的問題 已經失敗了 斷水 斷電 斷能源 所有物資都只能準結消費 自衛隊的不定期運輔 成為重要支柱 把家裡能裝水的東西 通通搬了出來 全家出動 拿足份量 平常破手可得的東西 如今一滴都不能浪費 重點了 腰痛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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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地把浴缸的水 舀到廁所洗手台 更要拜託客人 減少大自然的呼喚 災區的旅館業者 這陣子更是辛苦 日常生活都成問題 還得維繫經濟命脈 如果沒有水 就不可以洗手間 可以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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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朋友家的井水 也只能將就著 充當飲水來源 因為距離燃料池水外泄的 制河核電廠不到10公里遠 安全性的問題 或許當下 也顧不太到了 在棚中 全都押了 全部押了 對 這也是 這也是 這三階 這三階 很酷 對 這很酷 很酷 跟著旅館業者的腳步 我們來到號稱 全滅的三樓 這裡還留有許多 地震當下的生活印記 雖然是說 店主已經稍微 簡單地整理過了 但是桌上可以看到 吃到一半的泡麵 還有喝的酒等等 就在地震當下的時候 在這邊的房客 也是緊急撤離逃生 所有的這個家當 跟行李 都沒有辦法拿的情況之下 就必須要趕緊離開了 是客人的嗎 是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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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離開了 那些荷物是同樣的嗎 是長期的 這個房間 十二年 一人的房間 很厲害 笑中帶淚 平安走過這一遭 旅館損失難以估計 距離正央上百公里遠 尚且如此 持續深入災區的路途 只怕會更加艱辛 以日式七夕聞名的輪島 昭世是最有名的觀光聖地 但是經過地震一襲之後 不僅變成了廢墟 甚至還引發了大火 這一整片房屋全部被燒毀 就連知名的卡通 無敵鐵金剛的紀念館 也難逃祝容 暗夜的微光中 飄著燒焦的苦臭味 曾經的繁華不復存在 映入眼簾的 只有大自然給的驚嘆號 七層樓的建築物 正道地基連根拔起 歡樂的新年 變成倉皇逃難的悲情之日 只有被壓倒的紅綠燈 依舊堅守崗位 我們設法進到了 輪島勝鬧區山平艇 在這邊您可以看到 包括了像山壁上的這些房屋 已經因為土石沖刷 而東倒西歪 地基整個被掏空之外 再看到平地的這個部分 平房也是倒的亂七八糟 甚至災民還得要 客難的在車子裡面過夜 避難所是否有行嗎 避難所是嗎 避難所是嗎 下著大雨的失人舞后 年過七旬的大齡夫婦 色素地在車內騎身 這是枕 對 這以上會倒下 那大家休息一下 有布団嗎 沒有布団 暖房 暖房 對 車的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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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布団 用布団的代替 衣服 衣服 車小了 所以不能穿布団 車的暖房 生活在車內 真的非常困難 很困難 很困難 一年 幾年 以車居足之姿 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 像大林夫婦這般的人 在輪島至少有上百個 他們樂觀地說 人生自由 可以隨時整理家當 是當前最大的好處 這裡是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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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葬到记忆深处 所有家人安好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下一步却也不知该何去何从 见到救难直升机或是消防车队经过 还是本能的行注目里挥手致敬 即便生活困苦 也不知道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但大理夫妇依旧散发正能量 感动着无数人继续为他们加油 现在时间大概是中午的12点46分 从我们早上出发 从智贺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 我们好不容易踩到了诸州市的边境 不过其实这边距离真正市区的重灾区 大概还有六公里左右 而我们这次能够顺利挺进 其实真的也有赖前面的 这些物资运补车队的帮忙 跟着他们的车队 我们才有办法来挺进这个重灾区 直击最新状况 歪腰的电线杆 满地的碎砖瓦挡住去路 整个街区没有一块好地 在正院艇这边几乎是被 移为平地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在这种通过时 都必须要危险小心慢行 还有人必须要下车来指挥 否则的确有可能会发生意外 锤挂的电线随时都有触电危机 虽瓦力与天坑显向还生 沿途的紧销人员还在持续搜索 82位下落不明的灾民 灾后5日交通管制解封 民间的山心也得以挺进 昨天ここまで行ったんですよ こっち側がなんかすごい足りてないらしいんですよ あともう一つは 避難所じゃなくて やっぱり個人宅が水がなかったり 特に水も持ち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この2カ所まで一緒に行って その後ちょっと柔軟に対応するという形で バラバラになるのか っていう形がいい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 来自大阪的议员队 根据调查案图所记 来到远离市区的避難所 这里甚至偏僻到外出都得登記 脑丸点评 ポリタン教授 いい 水のポリタン教授 はい いい じゃあディフェンダーバックで 一人で住んでるおばあさんとか そういうとこはお水がなかったり 寒い思いしてるので 一件一件ちょっとノックして 必要かどうか 水が必要ですか ご飯が必要ですか あとあったかいものが必要ですか って言って聞きます それとあともう一つ避難所でも すごい離れてる場所 センターから離れてる 半島の先っぽの方とか そういうとこも物資が来てませんので それを配りに行ってきます すいません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避難所床位森多州少 在株洲市更多的是 必須要冒险住在缺水缺電 但住家沒有倒塌的 独居長者們 このぐらいでいいですか じゃあこれ置いていきますので 困る人はここがいます その地図と資料が持ていますか 今はないので 聞きながらここが困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 地図に記録しながら動いてる状態で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水は皆さん結構あるみたいになるんですか 水井戸あるんですよ いいです 私たちは這是 私たちは 私たちは 水池は飲まない 要は? 水池は飲まないので 水池を消毒して あとは飲まないで 茶碗あろてとか なるほど なので 盡可能把物資分送給所有需要的人 會有如此熟練的技巧 其實跟台灣也有點淵源 日本全國的錄影西方的人 一起去愛心的感覺 我住台灣很久 所以喜歡台灣 還有台灣人給我們愛心的感覺 所以感謝你 311的經驗 拋磚引玉 輪為地震孤島的偏鄉 越往里走 越盼望著希望之王 跟著藝園隊的腳步 我們來到山谷中一個很奇特的避難所 在珠洲市的鄭苑亭這邊是受災最嚴重的區域 其中在鋼田這個村落 原本是種草莓的溫室 現在也改裝成居民的避難所 架上擺滿千辛萬苦搶救出來的小家店與食物 50坪左右的空間變成大家暫時的其身之所 可能 Why it is in the middle 地面 所以帶來,然後還有燊爛 所以每天都在在蒙瓦 可以拿來做到保護地震 天都在背後泊 而且第二天都在寝 一寄りで ストーブラッチも持ってきて みんなここで温まって 毛布屋とかみんな持ってきて みんな転がってるんです 3日か4日ほど孤立しとって そしたらこの集落の人が出れなくなったから 住むところが一番長いのはこのハウスだということで 安心ね 落ちてくるもないから その物が軽いですから 一番安定なとこね ここ 從羊草莓 变成養人 農場建築的生活巧思意外成為保命的關鍵 雨が降ったら黒水が落としましたか 落ちません これは漏れませんよ ビニールがあるでしょ これは温度調整 水が逃がないようにbang 暴眠elp jusqu三十人 あと30人 до夜anes businessは39人もたくな 40人ばかりかな 在這兒的村民宛如大家庭 大夥在另一頭的簡易廚房 張羅四十多張嘴的飯菜 很棒 媽媽 也很棒 很棒 就算在避難 給孩子的即時教育 同樣不能等 地方媽媽在客難環境中 更能展現實力 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一起吃飯 媽媽們都在晚上晚上 午飯準備 我會看來看來 要不要吃什麼 笑說自己常來這兒吃飯 特殊的日文口音吸引我們的注意 番茄 西紅柿 雷達斯 香菜 雞蛋我們自己也有養雞的 然後像那個特別是白菜 白菜 我們地裡邊有都是 每家都有菜園子 陸續地從菜園子裡往出拿菜 相對於其他避難所這邊的生活 相對比較好一些 很輕鬆好一些好一些 很好的多了 說著流利的雙深道 來自長春的板東華節 加萊豬州將近30年 2007、2024兩場大地震 給了他相當大的震撼教育 第一次晃動的時候 我突然出來了 突然出來看 感覺不對勁 很震動好像是 停不下來很大 我又回房間裡 喊我的兒子 趕緊出來 趕緊出來 要來那個 房子只要沒有倒塌 好像是有很大的安慰感 慶幸自己還能有遮風避雨的家 但卻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幸運 未來之路依舊茫然 淪為孤島仍獨立苦撐 以純淨的山泉水為生 燒著好不容易 減食回來的柴火 這自給自足的小天地 靠著溫馨 串聯一大家子的心 好 廣播剛剛收到最新通知 是東京雨田機場已經重新開場了 所以我們再過五分鐘 我就可以準備起乘 從搭乘飛往日本的班機 就碰上雨田機場撞擊事故 被迫轉將大阪開始 似乎就在預告此路艱辛 錯過轉機在機場客難過夜 到了隔天上百航班依舊取消 跟著人龍排隊上百公尺改票 冒著隨時折返的風險 總算抵達小松機場 也碰上了經歷難忘一夜的台灣旅客 當下電梯就是斷電關起來 所以我們有要求從六樓搬到二樓 那時候感覺上地面搖晃得滿嚴重的 感覺上跟台灣比起來 歷年來比起來 我覺得算是滿大的 在機場有四五百個人就是睡在這邊 那海嘯發布了 所以我們就全家根據海嘯 我們都是開車離開了那個 當地的住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屬於比較高地式的 比較高的建築物 所以當地很多人 再加上這邊的旅客工作人員 大概有四五百個人就在這邊 災後混亂的機場 協助旅客處理各項疑難雜症 三十多年在日生活 來自台灣的田中君子 在石川縣政府負責觀光事務統籌 因此也有許多震災疾難救助的經驗 對不起喔 他這班車已經走掉了 怎麼要到五點零七分才會有車子 危機發生時舉目無親 在地台灣人的溫暖協助 讓地震之後 依舊有不少旅客 決定繼續在石川的旅程 採訪團隊也告別機場 兩人一組租車自駕 目標兩百公里的正央災區 一路上的狀況都考驗我們的應變能力 地震門 開始在搖了 行駛途中警報大座 鎮渡四五級的魚鎮隨時突襲 讓人措手不及的 還有滿滿的未知數 斜鎖轉前方 挖進吧 方向 怎麼進得衝起呢 鎮住的 不能進嗎 嗯 不行 掉頭 高速公路通車有一段沒一段 車用導航明顯不管用 這個地方我們剛剛是不是又來過了 這個小用 現在是不是在鬼打牆了 剛剛這個大王的看板也都出現過啦 Google Map即使有封路資訊 但實際路況更加複雜 山路變成大型單行道 一兩個小時的時間不斷繞圈圈 就算轉進小路 好 那邊來 好 打死然後到這邊來 好 等一下喔 走你間 唉唷 有沒有怎麼樣 沒有 好 小心喔 迷路 天坑 顯像還身 這種障礙賽這星期已經是家常便飯 但所幸有當地人幫忙帶路 我們總算順利挺進輪島豬州 為台灣觀眾傳回第一手消息 只是回程途中 最慘的狀況發生了 喔 還沒問題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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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路撞路 稍微 那個居民哥先不要動 不要動 再放一會 對 好 放一會 啊 機台車兔能登這樣子的路況 也讓輪胎受終正寢 幸好這回出事是在城鎮當中 血水的加油站老闆又幫了我們一次大忙 讓我們能夠再一次踏上歸途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的備胎再度被滿路的天坑給戳破 但這回受困的地方 前不著村 後不著點 遠在百公里外的道路救援 也拒絕在深夜冒險挺進災區遲緣 索性深夜十二點半 路過的石川縣警察 替我們聯繫了最近的避難所 讓我們不必在即將下雪的夜晚 在車內露宿街頭 雨雪夾雜 低溫再探底 還得用桶子接雨水儲存 暖氣缺乏 電力也只有電池僅剩的儲能 甚至連如廁排泄物都只能用報紙包裹處理 僅僅一夜就能感受艱辛 即便生活如此不便 避難所的大家還是願意接待我們 這兩位從記者變成受災戶的不速之客 與我們分享僅有的存糧 雪夜送暖 採訪的途中 我們也接受日媒的訪問 談談挺進門登半島 所見所聞與心路歷程 一星期的冒險轉瞬即過 三萬四千棟倒塌的房屋 兩百多條寶貴的生命逝去 冰雹叮叮咚咚 路旁的殘雪又開始逐漸堆積 除了衷心盼望災民們 能夠渡過這寒冬 我們更要對一路以來 所有鼎立相助的貴人們 表達無盡的感謝